這一次有工作無保者一萬塊 紓困之亂 我請教次長 現在民眾到底要帶什麼去申請 好,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蘇次長 江委員好 市長好 這一次有工作無保者一萬塊 紓困之亂 我請教次長 現在民眾到底要帶什麼去申請 是,原則上帶身份證 到現場寫申請書之後 有些證券他假如沒有辦法提供的 用切結的方式 所以只要身份證 身份證是最基本的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他能夠備齊更多的製造 那我們快速申請 不行就可以透過我們系統來幫他查查 因為這個圖表 你們只說民眾只需要帶身份證 其他都可以透過弱勢依關懷查詢 所以承辦人員幫你查詢嗎 所以你們告訴大家只需要帶身份證就可以 是不是 原則上當然他帶身份證就是確定是申請人嘛 那到現場確實這些都是透過我們的 好到現場以後請教次長 承辦人員要怎麼來 審核 他要怎麼確認 他先收件不會馬現場審核 因為後面還要查核 所以只收件 先收件因為後面還要查核的 查核那個 需要 後面查核次長什麼意思 後面查核就是比如財稅 我要透過財稅系統的資料去勾計 等一下 次長 你 好今天民眾拿著身份證去 我帶了可能 我認為需要的資料去 是 到了現場工作 然後承辦人只收件 我還要填表格嘛對不對 是填表格好 那 承辦人員 收件以後 然後呢 他收件之後我們要求他們假設是要財稅資料查核他在 每天的生日 12點 我知道你要他財稅資料 存款 工作證明等等 對 那如果這些他沒辦法完整提供怎麼辦 公司可以用竊節的方式 好竊節因為現在你們一直講竊節 市長 你們的竊節書 說如果沒有辦法提供完整資料 等等 他可以竊節 我可以 大概減數 我的工作狀況 然後呢 可能的 這個存款 如果存責不齊 說整個沒辦法完整提供 以上資料如果屬實我願負法律責任 那次長 民眾會負什麼法律責任 我想政府 那個那個 福利給付的 本身呢 在申請人他確實我們有要求他要誠實申報這個大原則 那政府的相關作業裡面叫 有不 申報當然就是要 收回這個補助金 或者他假設有故意讓公務員登載不死等等這個東西我們會是這樣的相關的法律責任 所以民眾會要承受法律責任 是假如他的 民刑事責任 基本上 坦白講 我們對民眾假如不會是故意的 我們不會去隨意 所以不是故意的話 不是故意所以 如果是故意隱匿 他就要負起相關責任 是 所以 如果有人檢舉 對 有人檢舉大長必須去查啦 因為昨天你們就有三種說法不同 說 要減負 這個如果 不實民刑是責任 市長你說 要有人檢舉 明顯的不實才會啟動查核 那拱民心說 除非故意隱匿啦 才會法辦 到底哪一個 才是 真正 民眾會付的法律責任 這是應該有連續 因為說 原則上前提講 不實會付法律責任 這是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他們在問說 那你會不會去查他 所以我才說 原則上是有檢舉 我們會去查 或者我們主動發現有顯然 不是 顯然不合理的 才會去查 好那次長 沒關係我們盡量從寬認定 你讓他簽切結 好 那請教 第一線的承辦公務人員 他收件 發現資料不齊沒辦法完整提供 好沒關係你清切結書 切結以後你簽名 公務人員基本上 那他要不要做初步的 審核計算 民眾不會計算 他要做審核計算 承辦人員要做審核計算 因為現在的集囊就是 就是承辦人做審核計算 好那請教市長 但是他的文件如果沒辦法完整提供 他怎麼計算 所以他等我們查完之後 我們回覆給他 你們有基層工務人員有辦法去查每一件嗎 有財稅資料是我們落益系統已經很久了 財稅資料 他的工作證明 他的存款 他財稅資料 加付所有人的存款 你們都會去查一件一件查 誰去查基層工務人員去查 他只要 Key入我們的落益系統裡面 我們電腦會自動辦法查 什麼時候之後 一天 我們這邊作業一天他那邊作業一天 一天可以出來 對我們的如果沒有出來怎麼辦 不是 我們中央是一天的作業時間會再回饋到給他 他給他在一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直對他說三天審理為原則 就是因為這個落益系統的 時間的一個估算 那這個是很清楚的 另外有沒有這個投保的資料等等 我們跟勞動部講好了 是他只要輸入進去 他可以在他的畫面上看到他有沒有投保資料 這個是資料界階裡面政府中 相關部門是有 所以我知道你們要跟財政部啊 相關財稅單位去勾期比對嘛 對 從這些連任資料等等 查到他的存款等等 對 但是 他們你們中央說一天 基層也 你們查完回報給他嗎 他也要再一天 對 有辦法申請建數這麼多 對所以我們一直講說 你們考量基層公務人員 他們有沒有辦法負荷 難道他們平常公所其他事情不用做 跟委員 委員的理解 我相信 我要提醒啊 你不要現在講出這樣子說一天 可以查出來 就到時候沒有 然後把他們淚垮 我跟委員報告 上次我們對話說是三天審理為止 只要量大可以寬限到五天到七天 我們對話是有這樣兩階段的說明 你們有跟基層公務人員溝通過嗎 這件事情 坦白講這件的神 沒有 沒有還是有 不是不是 我們溝通的時候是在4月27號是針對那時候 我說就這件查核這件事情 基層公務人員現在公所都知道 先收件之後一件一件去勾期去查 目前為止所有擠蛋救助的狀況就是用這個方式在處理的 我說這件我們在談紓困嗎 對 有沒有去跟第一線基層所有公所溝通過 他們知不知道 這個我知道是每個地方做的情況 不會有的地方做的事 有還是沒有次長 我們是跟地方做的 沒有就沒有 我們是用 縣市政府溝通然後用公文下去 我承認這個溝通不足 所以他們不知道嗎 所以現在他們怎麼處理 現在這個時間點 他們可能不知道啊 我還是在 你趕快補齊資料 回去再拿過來 我幫你算有沒有落在1.5到2倍區間 沒有抱歉你回去 他們提供的資料都不完整 我怎麼幫他試算 千切結 就可以處理嗎 市長 我很同情你了 今天不應該有你在這裡 擋子彈 當炮灰 謝謝應該啦 我想這業務不該負責 不是 這件事情 不是蘇貞昌在冷氣房記者會後面大大的一個螢幕 在那邊拿個 球桿指揮來指揮去 講的口墨橫飛 說麥玉蘭花 舉廣告牌都可以領 結果說即日可以領 市長 問你 蘇院長說 5月4號記者會早上說即日起可以來申請 可以嗎 我想這個我們要負責就資訊提供部署給長官 市長 你真的很委屈啊 完整的方案都沒出來 院長就大喇大在記者會上風說 趕快來申請 該扛責的不出來扛責 該道歉的不出來道歉 請蘇院長 到第一線公所 去實際承辦10個案件就好 我看他怎麼處理 怎麼可以這樣呢 整垮所有的基層人員把他們全部整垮 我認為蘇院長出來道歉 為所有 第一線這些 目前人羊馬翻的基層公務人員道歉 為這些 急於紓困的民眾 拿不到領不到 道歉 為這些事前沒有溝通 事後一改再改的政策 擾民 出來道歉 這件事情我認為市長你今天剛回答我 到現在基層公務人員也還不清楚怎麼做 防疫行政院做的滿分 紓困 完全零分 市長你真的很委屈啊 我是很同情你 謝謝委員確實我們資訊提供給長官不足我覺得還是我們內部要自己檢討啦 你在越講這樣子喔 越凸顯 這個長官沒有肩膀 到現在蘇院長 幾天了 還在省影 造成 所有民眾基層 一團亂 那次長我請問現在這擴大紓困方案 你們到底涵蓋多少人 當然這是推估 推估數啦 就擴通之後我們是一估有大概18萬人可以增加 18萬人 好次長 既然你們都知道掌握18萬人 你們也可以去勾計比對哪些符合資格 為什麼 找不到嗎 跟委員報告因為這些人口情勢當初在勞動部推估是在勞 市場人口扣除那些已經扣除那些 已經加熱投勞保沒有車34.5所以他是一個易估的數量可是這些人在哪因為他不在政府的投保任何的系統裡面所以我們很難掌握所以只能採取申請制 我就好奇了市長 那 你的預算怎麼編 你怎麼框 到時候進來的人 不只18萬 要跟我講以緩計及嗎 跟委員報我們會在我們的特別預算裡面的統籌我們給你預算 600億再加1500億 行政院是這樣亂花的 這樣子在規劃紓困方案 框一個大概人數說不知道在哪裡 這是政府做的事情嗎應該的態度嗎 我不是責怪衛福部 整個行政院團隊 面對紓困 就是不願意排付以後管發現金 才會造成現在如此大的民怨 市長把這個意見帶回去給院裡面 能不能比照 農民農委會 陳其中主委昨天已經站出來就講了 不用申請 120萬農民 99萬 我農保農子保資料 我有 我直接 匯入1萬塊到賬戶 不用排隊 不要累垮基層人員 直接發放 為什麼 這一次我們對於有工作無保的要擴大紓困做不到 為什麼 市長 市跟委員說明 因為 架構在社會福利裡面是用社會救助為基底 那他本身的幾個計算在社會福利系統所有的津貼幾乎都是以加護概念去處理的 市長 你一直講 社會救助 社會救助 急難救助 這跟我們現在談的紓困 是一樣概念嗎 我們目前的急難 的救助就是叫急難紓困 目前我們的計劃 一個急難紓困 但你們用的所有的 門檻要件也都是用急難救助嗎 那個方案名稱在地方叫急難救助 中央因為專案補助給地方那時候就叫做急難紓困這樣的一個名稱 市長我認為整個行政院你們在規劃紓困 東補一點 西挖一點 用根本不一樣的概念急難救助納進來 然後 一改再改 一擴又擴 這不對 因為今天你們這個方案 蘇先生講 是針對 有工作無保者 因為一開始最前面是說 納入職業工會 有投保勞保急劇兩萬四以下 當時我們就質疑怎麼限縮這麼窄 有很多沒有保勞保的沒有軍工教勞 農保的這些人 被忽略了 行政院趕快說好 對這些無保的我們趕快 給他照顧 所以衛福部你們規劃出來 說有工作無保 對不對 然後符合你們的標準 在 基本生活費1.5到2倍之間 好 市長無保的人 到目前制度是不是都落到國民保險 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看過國民年金保險裡面 一般戶大概86% 弱勢跟實性障礙大概14% 所以大部分嘛 對 政府政策是你沒有任何保險 你要保國民年金保險 他是有些是沒有工作的 才會加入國民保險 329萬將近330萬 這些人 才是真正 沒有任何保險沒有任何社會保險可以救助 不在你們任何一個紓困方案的 要件 符合裡面 330萬人 請問 市長 你們這次的擴大紓困 涵蓋了這330萬國保的人裡面多少 現在其實在這個 擴大的紓困我們只看他的經濟狀況沒有去問他是不是有參加 社會保險 那個國民年金 市長我跟你們講 你們現在擴大紓困方案只涵蓋18萬人 國保這些弱勢中弱勢有330萬人 你們的方案能涵蓋國保這裡面 一定少於18萬 我的意思說國保你如果認為有些可能他有存款有房產 排付掉以後 少說有 200萬人這些 你們要納入紓困裡面 應該沒有跟委員報告是因為我們國保裡面對弱勢有補會 那個 保會的補貼在保會補貼裡面的比例大概 很低啦我昨天看到資料 所以實際一般家庭 佔了應該是百分之 那個市長應該是有資料 一般家庭是86左右 86嘛 對 這86% 這麼多人為什麼沒有在這次紓困裡面被照顧 所以我一直要求要把這些人真正 沒有 軍工教勞農這些社會保險 一併納入 你排付可以排掉 你可以去勾起資料嗎 市長可以去研議嗎 我們回去再 估算評估這個 這個方案的可能性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by bwd6